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死了都要玩游戏的故事 我们的男主长顺是一个打死都不能阻止他玩游戏的网瘾问题少年 沉迷游戏不能自拔,试了各种借除的办法都没啥用 没办法,为了帮他借除网瘾只能动用最后的办法 长顺被送到了最残酷的借除中心 在这里像戒毒中心一样关闲着一大批游戏天才 科学家动用电疗为这些问题少年借除网瘾 长顺成了下一个电疗实验品 在这网瘾的作用下,非生即死 悲剧的是,长顺在一顿偷新娘的惦记之后就没有了意识 当他醒来时,到了一个满是黑暗的世界 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 显然自己是已经死过一次了 这时来了一个冷酷的妹子,妹子自称是孤燕 他告诉长顺,他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这里没有人,所有活动的对象都是大漠王游戏的资产 他们都是为游戏而生,也是为游戏而死 长顺现在就是他手上的游戏资产 还没等长顺好清楚情况,就被送到了经济椅子上 只有测试通过,他才能属于孤燕的战队成员 如果输了,那就只能再次隔屁,没办法 长顺只能硬着头皮上,他虽然是问题少年 但也是游戏天才,从画面上拿开 这就是我们玩的英雄联盟 长顺轻而易举,就打败了对手另一名眼镜小伙 因为没通过测试,被当场隔屁 完了之后,这时孤燕才告诉他 在这里,每一个资产手上都有一个金色标记 属于哪个战队,就会被哪个战队标记 这个标记,就是他们的身份证 等再次醒来时,长顺到了一个房间,除了比赛 他们都被关在这里,外面都是世界末日一样的废墟 和原来的世界完全不一样 长顺想溜出去找警察帮自己 就发现,这里的人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叫警察局 晚上,长顺遇到个妹子 妹子也不理解他所说的话 原来不管他身处在哪里 只要游戏时间到,他就会在印记的驱使下 从镜子里去往竞技场 与他一起的,还有其他四个队友 这一次他们要挑战的,就是肖张哥的战队 这种青铜级的战队,轻而易举,就被打败 游戏结束之后,长顺又穿越到了房间 在这个鬼地方玩游戏,实在是憋屈 长顺开始怂恿队友,离开这里 果然每一个人,都是被迫留在这里 队长告诉他,只要获得冠军 这个世界的人,才有回去的希望 输了比赛,就会被大魔王给带走 上一任队长和队友,就是输给了肖毛哥 连队长带队员都搁的屁 在长顺的强力压制下,他们赢得了好几场比赛 输掉的一方,所有资产都会像垃圾一样被瞬间清除 看到这一切,长顺也知道 只要凭借自己和队友的团队合作 赢得了比赛,才能活着回到现实 估计回到现实世界,长顺也不再想玩游戏了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长顺和队友关系越来越好 他们渐渐发现,游戏其实也是可以培养友谊 队友不光是游戏的生死兄弟 更是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死兄弟 最后凭着五人的努力 呼应的小队,终于赢得了最后的比赛胜利 恰猫哥一路之下,将自己的资产都给清除 甚至连孤雁也想干掉 正在这时,黑魔王再次现身 恰猫哥也以无视游戏规则被送往地狱 大魔王承诺长顺他们赢得比赛 这给他们三种选择 一种是回到现实世界 另一种是留在这里,继续每天玩游戏 最后一种,就是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 长顺突然不想回到现实 选择了第三种,这会儿才知道 原来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他们的世界早已灭亡 看到他们根本就回不到现实世界 只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继续战斗 这部电影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讨论战术 看完这部电影,小编的参讲技术也提升了不少 考虑到部分观众是不玩游戏就在此略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原片 每天一部小电影,欢迎大家的关注 本的作品来源,网络电影 王者游戏之觉醒